好,在简单的理解了直传递和地址传递特点过后 那我们下面再看在传递方式中 还有一种比较特殊的空间叫连续空间 由刚才我们所看到的两个空间 就是一个是普通的INT 一个是普通的一个地址值的传递 那么这两种都可以称之为是一种普通类型 那对于我们C源中 还有一种数据内存空间就是连续空间 那么连续空间的传递 我们在实际开发中应该是用的更多的 因为更多的时候我们的思路 或者我们嵌入式的逻辑是这样的 我们的传感器采集了一堆数据 这堆数据肯定是内存了 而且是连续的 或者是一个很大的东西 然后它一般来说会把我们这样的内存 是交给我们一个出完门的处理函数去处理一下 等处理完过后处理函数就会怎么的 就会把我们处理的结果告知给我们 应用程序或者是其他程序 是这样一个过程 所以对于连续空间的这个对象 应该是也是我们访问 或者是内存操作访问中 一个非常至关重要的一个空间 至关重要的空间 好那下面呢 我们就来看看连续空间的传递 首先来说呢 我们先看几个连续空间中呢 我们先说第一个就是宿主 宿主应该是我们最典型的 最典型的一个什么连续空间的一个概念 第二种就是我们的结构体 结构体 那么这两种呢 可以认为是构成我们连续空间的一个什么 两大那个最主要的因素 当然这两种因素呢 应该说在实际开发中呢 它的语法确实不太一样 虽然思路很像 但是语法不太一样 那我们先说结构体啊 因为结构体呢 相对然是是比较简单的一种 一种那个连续空间的申请方式啊 宿主要稍微特殊一点啊 因为结构体呢 我们经常叫结构体变量 而宿主呢 我们称之为叫什么 宿主名标签 对不对 所以我们先说一下啊 一般来说结构体中呢 我们有一个概念叫结构体变量 变量的概念 而宿主呢 我们称之为叫宿主名 而宿主名呢 我们又把它称之为叫什么 是不是宿主标签 或者称之为标签 对不对 所以这两种呢 从我们语义角度来讲 其实就已经出现了什么 不太一致啊 所以在我们实际跟函数打交道的时候呢 它的形参和实参中啊 这两个如果作为形参和实参的时候呢 可能都有点不一样啊 所以我们先看第一个结构体变量啊 结构体变量呢 首先来说 它呢 是这样来定义的 我们再回忆一下 结构体的变量定义是这样的 ScrackerABC那么相当于像我们的C元编辑定义了一个什么 新的类型 对不对 它的内存形式呢 是我们在大括号里头 是不是随便的去表示出来就可以 对不对 Int A Int B Int C 假设有这么几个啊 然后呢 我们要用ABC怎么中啊 就是StruackerABC 我们是不是申请一个buffer 好了 这样buffer空间就出来了啊 那么如果buffer作为我们的什么呢 作为我们的时餐啊 就是实际传递的时候 我们看一下 时餐的方法呢 就这样 FUN在调用的时候 我们直接把buffer是不是交给他 那这样是不是就把buffer的值传到FUN里头呢 对不对 时餐就这么简单啊 就直接调用就可以 而我们的行餐怎么来操作呢 行餐操作方法啊 那行餐呢 比如说我们现在定义的函数是这样 VID FUN 然后这时候 因为我们行餐是形式的接收 所以我必须要保证 我接收 能接收到buffer这么大啊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就会定义一个StruackerABC啊 那这个ABC呢 我们比如说叫A1啊 A1 那这样的话呢 是不是我们把buffer拷贝到A1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过程实际上 跟我们之前所讲的 安慰逐一逐一拷贝的过程上是一致的啊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关于对结构体变量中啊 如果说变量值的拷贝 那没有任何问题啊 那当然了我们说还有一种写法怎么的 就是我们的地址传递了 就是buffer对不对 哎 那么这种写法呢 我们这个地方叫接收的FUN就变成什么了 接收的FUN是不是变成StruackerABC的什么 星对吧 A2 比如说啊 那这样来传递啊 所以这个写法跟我们普通值是一样的 因为StruackerABC呢 你就把它理解成就是intA intB 其实其实就可以了 对不对 哎 好 他写法是这样 但是呢 这儿我要提一下啊 那为为那个我们高以该写成这样好呢 还这样好呢 那我们来看啊 之前呢 我们也提到过 就说 如果FUN啊 如果我是这样写写这个程序的时候 这个函数是不是本身有一块内存空间来管辖 然后13是不是也有块内存空间 看没有 就两个有两个自己管辖空间啊 如果我写成变量 那么比如说 比如说ABC本身是占这么大的啊 那我现在在这个内存空间中 是不是也要开辟如一样大小的空间 才能足以拷贝 对不对 所以可想而知啊 可想而知 我们在整个内存中 是不是有两份这么大的内存 对不对 两份这么大内存 如果这个函数里头又涉及到 至于这个这个变量的值啊 再进行一次负值 或者说再进行一次那个传递啊 再交给其他函数 也说还有还有其他子函数 他可能也要用了这个结构体 对不对 所以那这个时候 我们认为内存是不是又有一块 因为你都用这个方式来传啊 所以你可以可想而知 这三块内存是不是有点浪费 对不对 有点浪费啊 那么所以说呢 我们说这种传递方式呢 在实际工程中呢 我们用的比较少啊 或者建议大家不用 为什么 因为这样的消耗内存的形式 就比较消耗内存啊 就是非常非常厉害 所以这个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一般来说 在工程中是很少能 建到这样的代码来写的啊 反倒用什么呢 反倒用指针 就说这个地方 我不再用这个如此之大的内存 跟他一模一样的 而只用一个什么 非常小的一个地址 然后去指 看到没有 我去想办法去指 指给他啊 指给他 指给他过后呢 那这样的话这段内存啊 这段内存的话 我是不是在访问的时候 只要通过指针 是不是一样能找到他 对不对 我不管是看还是改也好 是不是对于整个内存来说 是不是只有这一块内存 来为我们进行服务 对不对 你看了就把它变成指读 然后如果不看了 那我们要改那就写 对不对 那这个都是程序员的事情了 所以说给我们的第一个直观感觉 在以后结构体变量中 我们更多的时候是希望大家写成什么 指针方式 因为这样的比较节约空间 比较节约空间 所以说那也就是说 我们在以后连续空间的结构体空间中 我们更多的时候是希望大家用什么 用地址传递 用地址传递 所以地址传递中呢 我们再可以把它这个功能写 就第一个是修改 第一个是修改 第二种就是我们所说的什么 结构体空间 结构体类似像结构体这种大空间 类似结构体这样的空间 然后函数与函数之间 之间的一个什么 一个那个调用关系 调用关系 那么利用函数和函数之间调用关系 我们用指针的方式去处理 而不让用直 也不要用直 所以这是连续空间中第一组结构体的问题 好 那么接着我们来看宿主名 那么宿主怎么做呢 我们还是一样 我们来看它的形参 我们先看它的那个 先看它时参吧 时参 因为时参是先有 对不对 然后我们才说形参 好 时参怎么做呢 先我们是不是要先定一块空间 比如说ABC10个对吧 然后我们要调ABC怎么调呢 是不是应该这样调 FUN 那这个时候问题就来了 我应该写上ABC10呢 还是什么呢 那大家来思考一下 如果我这样写 其实我们说了 ABC在这一行中是不是已经被我们的编析知道 ABC是个宿主 是算连续空间的守地址了 对不对 而我们后面再用ABC10的时候 其实就知道 以ABC为标签 因为它是个地址 守地址 然后怎么的 偏移什么 10个ID号 然后找到对应的那个什么位置 然后是不是取出里面的内容 对不对 所以说FUN你要这样写 是把整个空间传过去的 没有 并没有传 看秒爱 并没有传 而只是传了一个值而已 所以说看来我们在传递宿主空间中 如果用用什么 用我们的值传递的话 总给人感觉好像 写都写不进去 或者没把去描述它 对不对 所以说呢 再加上我们刚才已经提到过 对于连续空间来说 如果我们用值传递 那是不是设计到我们的行餐中 还要申请一个跟这个空间 一模一样大小的 一个什么接收空间去接收 对不对 这样的无形中对我们内存来说 是一个非常非常的浪费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的对于像宿主类型的连续空间 我们C元编辑器 直接就摒弃到什么 摒弃了这种什么 值传递方式 干脆就借鉴于之前所说结构体中 什么地址传递的方式 也说用什么 直接写ABC 那这个时候我们说过ABC是什么 是个标签 标签是什么 标签是地址 所以说这个时候 我带来思考一下 这时候行餐该怎么续写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说 行餐就不能在什么 再写成 写成int ABC 可以不呢 当然这个呢 我们后面说从语法角度来讲 它现在已经支持 但是我们如果从标准角度来讲 标准角度来讲 我们是不是只能接受一个地址 对不对 因为你这是地址 所以说它最终的效果 是不是一个星 对不对 一个星 然后什么 比如说P 那么所以说 指的是P读内存的方法 是不是跟ABC读内存方法 只要一致 这两个值是不是就可以传递 所以说这就是我们 数组传递的一种 最典型的方法 利用数组标签 以及数组标签中函数地址 就是这个地址传递方式 来描述什么 数组空间 好 当然这是一种写法 第二种写法 就刚才我们说的 那么能不能这样写 就是inter 我们P码还是P码 P10 行不行这样写呢 那我们也一样提一下 在C元中 随着现在C元的一个进化 那么这种写法 我们就把它认为什么 它其实就是它 也就是说 这个地方的写法 只是告诉 让人就感觉 我这个P可能大小是10个 但是对于C元编辑来说 它不会再分配10个 因为没有必要 我干脆用一个什么 指针是完全可以满足我们的需求 对不对 所以这样的写法 它最终的效果 还是把P当成一个什么 一个地址 所以说你在函数中 以后看到了像这样写法 其实你不要被这个蒙蔽掉 它这个只是给人看的 人和人之间交流 说这是个连续空间10个 但实际上 实际上这个P什么的 还是一个地址 还是一个地址 好 所以说到我们来看 那这样来看 就说对于连续空间 好像我们都是地址来传递 看到没有都是地址来传递 所以这个地方 我们干脆就把它改了 改了一下 当然这个地方就把这句话 我们可以进化一下 进化成什么呢 就是说连续空间的传递 我们看来也需要考虑一个什么 地址传递 所以说什么时候用地址传递呢 就是我们在函数设计的时候 它的形成和实参中 涉及到地址的问题的时候 我们什么时候用呢 就两个部分 一个是上层对下层要改 第二种就是上层和下层之间 是一个什么连续空间的一个传递方式 我们就要考虑用地址 而直传递呢 应该说就比较简单了 它主要的目的就是一种什么 副本 给你来一份拷贝 你去看看吧 你不要过去改 对不对 一种什么保护自己空间不被修改 那么只是来什么 查看这样一种能力 所以说对于什么时候用直传递 和什么时候用地址传递呢 我们大概能够理解到了 当然现在问题也出来了 如果说我以后写一个程序 用地址 那给我们的感觉 是不是就这两种肯定来一个 对不对 那这样的话呢 对于我们程序员和程序员之间交流呢 肯定还是有一个奇异性 因为毕竟是二义的 所以说我们还有没有别的办法 能把我们的二义性限制的更加的 什么更加的小 这样的话呢 我们不就可以在以后写代码 或者是咱们在程序员和程序员之间交流的时候 应该说更好的理解咱们为什么要这样定义 直和为什么这样定义什么地址 对不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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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